我們先來看到柯文哲 因為你看他在板橋的時候 不是就直接喊出說 我就是會拼到底 講這樣的話 話說出口了 還有回頭路嗎 你看在將他這個宣誓拼到底的時候 也傳出他明天要計畫要去領表 只不過他的幕僚陳志涵在節目上面 語出驚人 嚇壞所有人 他講出這句話 他講說柯文哲原本想要退了 就讓你們國民當選 他這樣的說法就是說 我也不玩了 全部都給你們 但是這樣的說法是代表柯文哲 他不玩了嗎 可是你看到沒有 他其實還跟郭台銘 持續的在請教密會當中 你看他好幾次去找郭台銘討論 說是要討論民調 討論這個統計學 但是你看到現在郭台銘他的動向 難道是想要華麗轉身嗎 你會發現最近 他幾乎沒有太多次這個公開行程 好像你會覺得 他有這個慢慢淡出這樣的感覺 可是跟柯文哲兩個人 還是有持續的密切互動 是不是想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合作呢 現在你看到黃世鳩都提到講說 郭柯和或是柯郭配 兩種都有機會 一直到最後一刻 這兩個都是有可能的 那他講說只要柯文哲點頭 雙方就有機會合作 合作的方式也不受限 有非常多種 但是我們就來看到這個侯友宜 現在他也講說 好了我們就會走自己的路 傳出藍營在明天的中常會上面 說要推出自己的副手人選 好了如果真的這麼做的話 那你就是放棄跟柯文哲合作了嘛 而且他的這個競選這個全國競選已經完工 可是你會發現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侯友也好 兩邊呢這話都嗆得很明 可是呢好像就是保留的是他最後一手 還是希望跟罪方呢能夠有這個最後一絲合作的機會 好這個侯友宜今天到新北市柏橋啊 本來這被問到相關的議題也有回應 安排的合作在大家誠心誠意的在馬總統 在很多的見證人的幕僚底下 大家共同簽了一個合作的一個方向 既然有這樣一個方向就要拿出誠信 就要去面對人民的期待 我們希望呢是大家一起合作 才能夠達成政黨人替 才能夠讓我們台灣能夠繁榮永續安定的走下去 我也是抱著這樣的一個心意 所以從頭到尾 雖然我個人受到很多的惡言惡意的批評 我覺得那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民國家的期待 柯文哲從頭到尾都非常清楚 戶差範圍是什麼 更重要的他也是在馬總統的見證 以及他幕僚討論以後 做了完整的記錄的說明 那這說明已經非常的清楚 人證物證俱善 很遺憾的 事後他既然說 他是退讓六方 百分之六 造成很多很多人的誤解 我們沒有這個 百分之六的誤差 範圍裡面的說法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提 所以不要誤導視聽 更重要的不要去傷害 貨外合作的感情 幸福真永遠 民眾黨大集結高喊動算口號 立委邱成員一早到選舉委員會 登記參選 也象徵藍白在新北第八選區 很難整合 求生遠試試參選到底 炮火猛攻藍綠兩黨 也反映藍白和總統 曾經破局 基層也焦慮不已 二十號雙方幕僚私下見面 柯侯立場還是各說各話 但柯文哲主動拋出國會席次及大話議題 並稱若有需要 柯文哲很願意幫國民黨立委選將站台 因為你要三黨不過半 一定是要努力啊 所以我們擔心的就是 因為國民黨提名的比較多人 那總不能我要再度重申 總不能說這個 讓我們的對手在旁邊看笑話 只是不曉得 因為國民黨好像後來不曉得 有沒有正式回應我是不知道 就好像是說這個 還是要先談總統的整合才有後續吧 柯文哲的提議 國民黨立刻給了軟釘子 畢竟侯客搭檔談不攏 若是讓柯文哲幫藍營站台 難保不會為了各自政黨拉票 場面尷尬不說 藍營的票源流向民眾黨 反而得不償失 我想兩黨的黨主席 如果要有碰到這個站台的問題 在三角度的選區 當然是各沾各的啊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我的場子如果爬了柯文哲 那我的職責會錯亂啦 因為他們兩個是競爭者 這個大家絕對是敬畏分明的啦 柯文哲向小雞們招手 但離大選時日越近 各層級的合作可能越來越渺茫 從藍白河 藍白拖 最後恐怕淪為藍白一場空 記者林漢廷 李若彤 台北採訪報導